有出世间的智慧 比方说世间要建这种大悲中心 那你要找建筑师 画建筑 还有工程师 还有要懂电器的 还有音响的 里面的线路你要懂 你要懂很多知识 第二个 同样的 当医生跟护士也要学很多的医药知识 你才能帮人 我常常觉得大乘菩萨道很殊胜 可是有些连友都说 我发心 众生无边是愿度 没有错 你想发心做菩萨 但是你现在不是菩萨 你是初发心菩萨的凡夫啊 你还是要精进的学习 精进的修行 就像我前几天比喻说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你佛性就像钻石一样 现在你有很多灰尘 所以你要透过闻思修 听闻佛法 解形相应 目的就是要把你这个心中 钻石这个上面的灰尘给擦干嘛 五祖大师不是说吗 时时情浮事 务时惹尘埃 那是讲过程 六祖慧能大师讲 对不对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那是讲结果 两个不冲突的 当然以开悟的角度来讲 六祖慧能大师才开悟 因为你还有一个能擦的东西 人所擦的东西 你还有神擦跟所擦的对立概念的话 这在空性的教法里面 你还没有开悟的 可是我们学菩萨道 还是要时时情浮事 务时惹尘埃 所以为什么要修行 为什么要听经 文法 修福 修会 定功课 这个你要有信心 不可以再打折 那可是菩萨道应该发愿 就像我前天讲的 要有learning dharma 要学习 第二个要consider others 要关怀别人 第三个要贡献 contribution 我叫LCC 这样子比较好记 假如你学菩萨道 每一个人都不贡献 每一个人都是说 毫无知关我修行 其实你根本不是菩萨道 你是小成人 你发的心 根本跟菩萨心是不相应的 你也嘴巴念 众生无边是愿度 对不对 然后呢 转过头来 人家真的要帮你 你又做得到 你却不帮他 以前的老菩萨 在台湾也是这样 新加坡还是有一些菩萨 这样老菩萨 现在以前不会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 很多老菩萨 我看到 他很精进修持的 可是他不知道 修持的目的是要 转化你的身心的 对不对 我们在台湾 我就看一个老菩萨 他在念经 然后一大早呢 就在然后别人呢 在都市里面 人家打黄窗户 吵死啦 我们还在睡觉啊 敲墓鱼是 佛门的节奏乐队啊 一个人可以不用敲墓鱼的 你认为你修行 可是你真的吵到 别人的邻居了 所以在台北市 现在规定 都市不可以敲钟鼓 你要考虑别人 只有在特殊的节日 经过申请 才可以敲钟鼓 要每一个宗教都 咚咚咚 那咚咚咚 那不是吵死了吗 所以你要有智慧 我就看到一个老菩萨 他在念经 佛说阿弥陀经 他孙子其实很小 就跑进来 要是死人啊 你不知道 我在上京教 我看到这历史的时候 我泪流满面 佛法是这样会灭掉的 佛法不是这样修的 你要想你今天诵经 你念大悲众 你就是转化了你的心 你怎么会对你的孙子 是起这么大的称心呢 其实那个孙子 是进来端水给他喝的 知道吗 所以我常常苦口婆心说 听闻正法很重要 你的想法概法 概念有些是不太正确的 要依佛经去检查 所以菩萨道应该是从你身上 看到有永远不疲不厌 学习的精神跟动力 二 永远不疲不厌的 关怀周遭的众生 第三 永远念念在想 我怎么样能够利益正法 利益广大的众生 就算你常常这样想 你每天没有念普贤行愿 你也是大乘菩萨 听好 我这样讲 并没有否定你念经 只是说大家都执着 在行事的念经 我用一个英文turn 很不好的意思 superficial practice 表面上的修行 可是你没有真正达到的 true practice 所以希望新加坡的联友 你好好精进 然后在事项上 在学佛法上你精进 常常我会鼓励你念 三千遍 五千遍 那只是定一个目标而已 因为你不做 你没办法忏处你的业力 所以你要重视你的quantity 更要重视我的quality 我念了一天的经 我真的有没有得到 清净 慈悲 平等 我有没有得到觉悟 在人与人相处的时候 你真的从你身上 看得到菩萨行者的功德力吗 假如你有学习 关怀跟奉献的心 我跟你讲 阿罗汉看到你都会合掌的 为什么 你身上放进了 无量菩萨的光芒 你才叫做真正的 出发心菩萨的凡夫 才会是受菩萨界如法的弟子 这个应当努力 当然有些联友 可能过去你已经学了 精神更应该精进 了解吗 所以在印度跟西藏 做一个菩萨要学五名的 第一 申明 叫申运学 比如梵文或藏文 或语言学 像你若不懂申运学 或语言学 你就读不懂中国的古汉文呢 二 英明 在西藏跟印度是很重视的 是指逻辑跟辩论 尤其你看到 拉玛们就会变精 可是我们中国人 比较不喜欢这一套 中国人在老子里面呢 都喜欢精简 孔子呢 什么叫忠述之道 对不对 无道一以贯之 什么叫忠述之道而已 就是两个字 所以中国人都比较喜欢简单 所以为什么玄庄大师 用了生命 传维士学 到了中国以后呢 就越来越没落了 中国人很不喜欢复杂 中国人不喜欢啰嗦 可是你要知道 虽然你喜欢精简 但是你应该符合 世间跟初世间的逻辑跟辩论 第三 内明就是指佛法 佛法不单单教义 不单单读法华经 举个例子 你读法华经 你有没有想过 法华经怎么传到中国 法华经在中国历代高僧里 怎么弘扬 法华经有多少的注解 很多连有都不管这个的 教室跟教义 传统的呢 都修教义的多 可是我觉得教室跟教义 才会帮你对一个真理理解的更清楚 所以虽然我读学术 我用学术的方法 整理资料给大家 可是我讲的呢 都是跟我们修行有关的 这两个并不冲突 很多人都很喜欢问我 师父啊 我是不是太杂了 其实我跟你讲 你根本没有搞清楚 什么叫杂的定义 一项专念有很多解释 你一心一意 往成佛的目标走 就叫做一项专念啊 比如说我过几天 要回新加坡 对不对 假如呢 我现在从这边开机场 请问新加坡机场 在东西南北哪一边 东边 有些人好像不太清楚 你不住新加坡吗 好 我往东边 那送我的联友往东边 那当然就往东边开啊 你不能到西边开 然后呢 北边绕一绕 师父我们去南边看一看 糟糕 飞机就污点了 这样一项专念是你的direction 你发了菩提心 我往成佛的目标走 那就对了 有出离心 菩提心 空性见 这是中科巴大师说的 要成佛 至少要这三个条件 至于你念脑部经 没有绝对的标准 念法华经 也能往生极乐世界的 谁说不可以 不像某些法师 只是解释得很狭隘 只能练义不经 那是他的方便说 对某一些特殊的根性的人说 假如你现在看到我 假想我现在经过一个菜市场 我见到一个阿公阿婆很虔诚 看到我很欢喜 跪着问我说 师父我怎么修行 我就会问他 你喜欢阿弥陀佛还是观世音菩萨 他说我喜欢阿弥陀佛 那你就好好念阿弥陀佛啊 因为在他那个音缘里面 他不可能听经嘛 他只能学那个法门嘛 但是并不代表你念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都不要学 没有人这样说的呀 很多法师讲经也是有特殊的场合 特殊的地点 对特殊的联友说的 所以不要断章取义 讲专精是指 你的心要很专精 六度波罗蜜讲 精精波罗蜜 精纯一而不杂 精是不退后 你总不能进一步退九步的吗 东抓抓 西抓抓 南抓抓 北抓抓 你什么东西都修不成的 所以要用你在家有限的生命体力 专精一个 但是跟其他法门是不冲突的嘛 假如你没有心愿心 一会儿念药师咒 一会儿念大悲咒 一会儿听到人要说念地藏经 一会儿念悠药师经 一会儿念廉师咒 没有一个咒会产生力量的 讲这笑话给大家听 不过这个不是很好的故事 一是 有一天 阿提侠尊者到了西藏弘法 他看到西藏的人 都很喜欢灌顶 每天都灌顶 然后修很多本尊 他说 你们灌了这么多尊了 一尊都没出现 可是我们印度人呢 是修一个本尊 一百个本尊都出现 因为一百个本尊的本质都是相同的 他说西藏人你们修了一百个本尊 一个东西都没出现 这个是有点嘲笑西藏人 就是说他执着外向的灌顶加持 可是他对某一个法都没有信愿心 我听到这个说的时候我觉得呢 我们中国呢是修一个本尊呢 也不修 也没有加观赏 所以什么都没出现 对不对 叫你观赏 哎呀师父好难 师父我要念大悲咒 要念几遍 二十一遍 七遍可不可以 想一想 三遍好吗 那我念一遍 所以众生就是这样轮回的 懈怠心而让你轮回 所以菩萨要勇猛精进的 不疲不愿的学 无量诸佛的教法 为什么三才同志要五十三餐 对不对 要学无量的法门 我就发愿 我尽未来寄通达三世诸佛 一切的正法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发的愿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有勇猛精进的心 你勇猛精进的心 你智慧是会开的 那也有一个脸友问我说 哎呀某一个法师说 你们每天要拜佛 就是这个不会开智慧的啦 那个是修福报而已 谁说的 我举一个例子 各位知道佛光山心云大师吗 他早年的时候 点戒巴的时候点太多 对不对 骨骼陷下去 那时候他真的是 前面讲了 后面就忘 他师父呢就骂他 你这么笨哦 你干脆去拜观世音菩萨 他说 哎呀 那我还有一个希望 他真的是拜观世音菩萨 你问清元大师 或是呢 佛光山很多弟子都知道 大师这个故事 他每天就是弟子心朦胧 虔诚拜大悲观世音 对不对 求智慧消灾难 就每天拜 拜拜拜 拜到他真会是变财无碍 智慧升起 他读经论的时候就非常快 为什么呢 经是你自信的显现 所以应当发广大的怨心 不要说哎呀 这个不能做 太麻烦了 这个夹杂 这个又间断 菩萨道就是这样子灭掉的 专精的意思不是这样解释的 而很多人也听错了误解 菩萨道是很了不起的 专精是指你的生命体力 为了对峙你的散乱心 一会修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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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专一个能量 好好的修一法而成就 所以什么叫一项专念 一心一意往成佛的菩提大道上走 就是一项专念 下面请看 功巧名对世间各种的技术 一方名是指医学 所以西藏的拉玛会画探卡 会画佛像 可是我们中国的师父呢 你要叫他写文章 师父就会骂你的散心杂话 不要给我写文章 其实是要看他的动机的 医学西藏的拉玛也懂藏药 这是我要补充的 所以昨天没有讲这一段 再看下面 这个讲到远求医远豪士 菩萨要远离文物百观 最重要是要断你的攀缘心 攀缘什么呢 不攀明文立养 请看幻灯片 不攀明文立养 这是出自于龙树菩萨的 石柱皮博沙论 对于明跟利 饮食财物 种种呢 都不要去攀着 既然发心出了家 学圣道的佛弟子 这个应该不要攀明文立养 也不要攀恭敬礼拜 也不要攀人家迎来送去 供养你很多 菩萨反过来 因以布施波罗蜜 施与苦难的众生 不自贪着 那另外 心也不可以兼欺 就是表里不如一 有人卖豆子 对不对 衬子呢 左右两边不平衡 卖东西 你该赚的就赚 不该赚的就不可以赚 所以这叫做不可以兼欺 残取是心不弯弯曲曲 狂是狂妄 无种邪命 比如说特别脚意 自清 激动 异扬 或贪明文立养 时间的关系 请各位上网 基金会 这个我要来新加坡之前 我还刚刚讲完这一段 简单的说就是 远离好事 是要你远离这些 求明文立养的心 攀缘的心 好 接下来再看 二十八页 十九页 十九行 丑二 远离邪人邪法 请下面大家心里有准备 我火车要开快一点了 不然我会讲不完 请看经文 不清净诸外道泛制 泥剑子等 及照世俗文笔 占永外书 即露且耶陀 逆露且耶陀 这是说 不要去清净外道 听好 这个是讲的 生安乐行 是讲 律仪界 菩萨不要主动的 去清净这些外道 泛制是指 在家的示范 印度佛教的泛天者 泥剑子 就是指出家 外道的通明 即照世间 比如喜欢写书法 文化 画画 这些 动不动呢 就是 有位 吟诗啊 歌詠赞叹的 这些外道的典籍 你不要去清净 你不要去清净这些人 为什么呢 这些人浪费你的生命 以你真正修佛法来说 露且耶陀 露且耶陀 是指 西域外道的典籍 依于爱见而回答的一个族群 他常常呢 没办法对放弃 对五欲六成的执着 有强烈的爱见 所以他是属于外道一种 第二个 逆路且耶陀 就是呢 依这个外道的爱见 来特别攻击佛教问难的 讲的白一点 就是故意呢 专门来找茬的 就是呢 他读你的佛经 可是他故意呢 就是问一些很不好的问题 来抨击你 反驳你 甚至动摇你修行的信心 这样的邪人跟邪法 应该远离 这里讲到邪人邪法 包含着 我听说过很多联友 也有到泰国 或是马来西亚 或印度尼西亚 常常会遇到很多降头 其实降头也是邪法 告诉各位真话 你不要轻易给人家的 生成八字 像我们在台湾 为了社会安全 都不会轻易给人家的 身份证字号或ID number 因为现在社会呢 好人多 坏人也很多 那但是呢 你遇到人家降头的话 也不要太在意 为什么呢 你就专心念大悲咒 或普门品 或你阿弥陀佛 或念六字大明咒 念笔观音力 寻生自回去 你要相信 你的佛的力量 一定大过于魔 再讲得更真诚一点 我出家的时候 我爸爸是一贯道 他也曾经帮我下降头 希望我不出家 那时候我并不知道 我就拼命念 普门品跟地藏经 结果他想 怎么没效 后来我出了家 我妈妈才跟我讲 我说当然没效 他的功德力 怎么会敌过观世音菩萨呢 我还是要满我的愿出家了 所以各位 交朋友要谨慎 在南沿福体里面 最容易让你堕落的是恶友 什么叫恶友 因为你心中有所求 有把柄被他抓到 你要想 你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多恶友 为什么人家不会 因为你心中有很多很多 不为人知的秘密跟隐私 你若是正大光明的话 你怎么会怕这些邪人跟邪法呢 你纵使到其他的地方 你心中正大光明 你念佛 念六字大明咒 那些邪人邪法 看到你身上是全部放光的 他是不能够动摇你的 所以心要很正大光明 听好 佛讲这一段是 不要亲近邪人 邪法是希望你的心 不要生起邪念 这是主要的因 那若是这些外道贩制 这些世间的文人 来跟你怎么办呢 你还是要为他说佛法 后面会讲 知道吗 最重要是断你内心里面 喜欢感应 神通 三世因果 奇奇怪怪的这些东西 什么特异功能 这些斜斜奇奇怪怪的东西 断你 这个不正的念头 下面一看 远 请看二十九页第二行 丑三远凶险戏 就是说也不亲近这些 有凶恶的危险的游戏 比方说相扑 或相差 相扑是指日本 大家知道日本那种角力 还有泰国也很喜欢有暴力 甚至泰国还很喜欢什么 找两个斗鸡 对不对 那都很残忍的 我觉得人很奇怪 为什么太无聊都搞这些奇怪怪的东西 可是有些人就喜欢 还接下来还要加 Gamberling 对不对 加上赌博 真正受戒的人 应该远离这些恶友 那你说师父很抱歉 我的旁边 我的哥哥就是专门赌博的 而且还是赌王 对不对 我姐姐就是妓女 那怎么办 你应该发慈悲心 度她念法华经 法华经就可以对治这些恶人 好 即纳罗等 纳罗等种种变现之戏 纳罗是指角力戏 所以换句话说 广义的说 凡是有各种危险的游戏 或是暴力之气 都应该远离 所以丑三是断掉你的暴力心 斩断你内心的暴力心 这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再看丑四 远詹陀罗 又不亲近这个詹陀罗 詹陀罗是没有善根的人 即专门养猪 羊 鸡 狗 或是专门呢 猎人 或鱼捕 这些呢 亲近她的话 诸恶律仪 会违反你破 杀 会破 对不起 会让你造杀盗淫望久 而违反五戒十善的这些律仪 如是的人应该要远离 那你会说 这样子的话 假如这些人来找我的时候怎么办呢 则为说法无所需求 请把这两句话起来 我幻灯片里面有打红色的字 就说 这些讲要远离这十种人 是告诉你不要主动地去攀缘他们 听好 是告诉你要对峙你内心的贪嗔痴的心 但是从成佛的角度来讲 他也有佛性 假如他来找你帮忙 你又做得到 你又有缘的话 你要用慈悲心为他讲佛法 而不要有放长线钓大鱼的心态 我们人一人在社会上常常说 我帮你 你就应该帮我 其实世俗的人做朋友都是先看厉害关系 像business man都是这样 我跟你广结善缘啊 你下次就要帮我 其实佛教徒不应该这样 我帮你是我的福报 人家为什么要帮你 人家不帮你是应该的 人家能帮你 你要感恩人家 对不对 所以佛教徒是无所求的 在《般若经》里面讲要无所求 你们《新经》里面讲不是 无智亦无德吗 可是呢 有人就会听到 哎呀那佛教徒不是很笨吗 错 一般人只看到这一世 所以斤斤计较 我们有利益的时候 我们就好朋友 若不是利益的时候 翻脸成仇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做得出来的 可是佛教徒他不看这一世 他看多生多劫 你要让你度众生而功德亲近 叫功德而不是福报 那就要无所求 所以这些众生你不要主动亲近他 但是他来的时候呢 你还是要为他说法 接下来看 丑五远二成仲 就说 又学菩萨圣极妙法莲华清的人 不要去清净僧文的比丘 或比丘尼 幽婆色幽婆仪 这里讲僧文的四重是指小成者 就说他心量很小 那甚至呢 在戒律里面说 对不对 在家跟出家 若出去的话 不可以跟出家住超过三个晚上 那问题是呢 是希望你不要呢 因为看到僧宝的细微 而升起轻慢心 同样的大乘菩萨 可以为僧文说法 但是呢 不要去主动去找僧文人 因为僧文人呢 就会告诉你说 行菩萨道是没有用的 你度那么多动身 你自己都度不了 你呢 还要度别人 久了久之久了久之 你的心就会动摇 所以对于心量小的这些 声文四重弟子 是远离的 所以亦不问讯 若于在房中或在经行的时候 若在讲堂当中 也不要跟他共住 假如他来的话呢 求法的话 你也要随着他的方便 而为他说法 无所需求 那这两句话也请画下来 随以说法 无所需求 所以说什么法呢 说大乘法 后面他会讲 所以在英文翻译里面 请看三十九页 第十六行 Then he preached the dharma to them But hopes for nothing 简单讲 You do your best to help them But don't think any feedback or reward 就是你精心办了他 但是不要呢 有任何的需求说 哎呀我希望要得到什么利益 所以菩萨是通达二乘法 他是来求法的 所以注意 这每一段都是以法 是最尊贵 而不是以世俗的目的 接下来再看第三十页 第七行 科判 丑六 远欲想 就是呢 Keeping away from the thought of the physical desire 或是carnal desire 或sexual desire 都可以 请看经文 菩萨 佛对文殊事例说 菩萨摩赫萨 不应对女人的身 动有欲望的想法 佛在世的时候 比丘跟比丘尼呢 都也会被请去讲经 那因为有些女众呢 也很庄严 尤其各位看过 印度的女孩 跟印度的男孩 都长得五官很好 那也是她修来的 所以当居士为你 请你说法 听好这是先对比丘说 比丘说 而为呢 你说法的时候呢 你不要想成了淫欲心 你不要想 哎呀她那么漂亮啊 我对她好一点 搞不好她对我也蛮有好感 不可以有这种念头 那你要忏悔 所以义不乐见 不要说常常呢 看不到她 像现在有很多出家众 动不动呢 就主动打电话给功德主 这是不好的 我跟你讲 我很少给别人 我自己的电话 除非特殊状况 我在台湾 我也有我的secretary 对不对 你帮助人家很好 帮助完了就放下 当然做朋友可以 但是要谈佛法 我可以告诉你 我有很多武功秘籍 二十年来 我还能保持我的家杀身 第一 女生来谈佛法 我答 第二个呢 谈家里的事 我会看状况 第三呢 说哎呀师父 我好崇拜你哦 其实她崇拜我 跟崇拜法 是搞不太清楚的 两个都崇拜 哎呀师父你好庄严哦 我告诉你 我很多私事想跟你讲 我说stop 不用跟我讲 回去跟你老公讲 她说哎呀 我老公 不了解我 师父你比较了解我 我说我不太了解你 那你假如有心理问题 我帮你介绍心理医生 你假如精神有问题 我帮你介绍精神医生 你有佛法有问题 再来找师父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女众 我也不客气说 那她来的时候 就像神魂颠倒的 师父 师父 我说你干嘛 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哎呀我好想念你哦 我选择像家人一样 我一天没有看到你 我都很难过的 我说你想我的法 还是想我的人 她说两个都想呢 哇 阿弥陀佛 那后来我很忙 我叫她过什么 来上去佛堂 给我念三遍普门品 念完再下来 我先把她交给观世音菩萨 念完以后她心比较清静 什么问题问我 问佛法我就答 不是佛法 我五分钟就解决了 自己要保护自己 很重要 度众生 我对众生不起妄念 可是你不要制造人家 对你幻想的念头 还有人跟我说 哎呀师父你出家了 你可不可能还俗啊 我就绝对不可能 死了我都不会还俗的 Sorry I am hopeless for you 天下男人那么多吗 你找别人吧 所以有些众生是这样的 所以做一个比丘 认识女众 你要有距离 认识男众 也要有距离 你们在家男居士 亲近的出家比丘尼 也要有恭敬心跟信心 假如你连恭敬心跟信心 这两个都没有的话 你要忏悔 你是来求法的 所以摩克波尔波罗蜜经说 真正妻子善之士是求法而来 而不是求明文立养来 也不是呢 以攘污心来清净法师的 甚至有些人看到 哎呀这个法师很庄严 多跟着一点 他比较有福报 那个好丑 不管他就走了 其实这个都不对的 佛都跟你讲 你要以清净心 所以我前几天 我就说过 愿我在行菩萨道时 所有的众生都看到我生 清净心 菩提心 大悲心 愿一切众生都不生 不清净心 不生 这个染污心 不生淫欲心 不生颠倒心 所以这就是我的武功秘籍 你常常发了愿 众生看到你 他会因为你的愿心 而生起惭愧庄严的心 我看过到我西藏的老师 跟很多有缘的善知识 我看到他们 我也感觉我很惭愧 他们修得比我还好 我更应该精进 这个恭敬跟惭愧 跟庄严 才是善根 对不对 所以他讲 若比丘进入他家 不可以单独的小的女孩 或处女 或是寡女 寡女就是死掉 先生的寡妇 跟他单独讲话 这要小心 免得人家会误会 所以在戒律里面说 比丘跟比丘尼 跟居士讲话的时候 不可以在单独房间 应该是大家看得到的地方 这是避免你激险 知道吗 所以作为一个出家的师傅 不论男众跟女众 要有正念去利益众生 你想我的目的是利益众生 我怎么可以动妄念 而对人家打妄想呢 这样子的话 我是伤害众生的 同样的在家居士 对森宝 就是因为他出家很庄严 是清净庄严 你更应该要有信心 跟恭敬心 了解吗 最后你若碰到了 障碍的时候怎么办 赶快念大悲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说 若有众生多于盈欲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若有众生多于称慧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若有众生多于语意吃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所以下面第七条远不难 这条更难讲 义父不尽五种不难之人 以为亲厚 在这里 我在整理讲义的时候 老师跟各位说 这条我想了很久 我今天我觉得呢 好吧 我就应该说吧 因为经文是这么说 听好 在轮回里面 每一个人都当过男众跟女众 不要轻视别人 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跟这个老公在一起 男生一投胎的时候 可能那女老公也变女生啊 那太太看到女生的时候 会觉得 哎呀我们两个非常有缘呢 甚至呢 还有身体的吸引 你忘记了 听好 每一个人都当过男众 也当过女众 哪时候当男众女众决定呢 在十二英维 轮回投胎的时候 在中英生 你看上爸爸抱上他 你生来就是女孩 你看上妈妈抱上他 生下来就是男孩 所以说 妇女情长 对 妇女情长 母子情生 异性相惜嘛 那也就是说 临命中的时候呢 在投胎转世的 依你着相 才会决定是男跟女 其实在每个轮回里面 大家都当过男生 也当过女生 也当过出家 也当过在家 所以没有什么好歧视的 是一切众生都平等的 这里讲的亲远 五种男 是指有一种五类 因为业力而比较不好的 第一个 生在父母胎中 或出生的时候 就生不难 就是缺男子的生殖器 第二个 贱不难 就是很不幸被阉割了 像古来的太贱 第三叫做度不难 就是看到别人 嫉妒的时候呢 虽然有男子的生殖器官 可是他没有功能 第四个叫变不难 看到男生 他会变女生 看到女生 会变男生 生殖器会变 当然众生无量无边 这是佛亲口说的 五半不难是 半夜呢是男生 半夜不是男生 也不是女生 这是他素食的恶业 而感到的果报 所以不应该亲近 那在这个东西 在英文的注解里面 就会问 有人就会问 那师父 请问佛教对 同性恋的看法如何呢 这个你们不用问 我现在答好了 我很少公开讲 但是注意听 我是以亲近心而说的 这个问题 若是问南传 北传 藏传的法师 每个人答案不太一样 不同的经论 也有不同的说法 各位老菩萨可能会觉得 这个问题 哎呀不太想听 错 因为你周遭的人 可能就会有这样的现象 以南传佛教来讲 大部分的法师 都说absolutely no 因为以戒律来讲 是不可以的 你不可能出了家 还做同志的 不可能的 所以同志 男同志跟女同志 可以学佛 注意听 可以三归一 但是你受五戒的时候 你要谨慎 你受了戒 就应该控制自己的行为 其实你说 男女恋 男男恋 女女恋 重点是在恋 carnal desire 没有出轮回 每一个人都有欲望的 当然 传统上 伦理道德会说 男女是正常的 请问我访问一句话 什么叫正常不正常 你有没有想过 有不同的时代定义 从古至今 这个问题很少被公开谈 但是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也有很多男同志跟女同志 我把名我跟他说 I'm a monk I'm not a monkey I cannot have sex with you on the bed 对不对 因为出家人叫monk 猴子叫monkey 这发音很这样 他常常叫做 Hi Harrison Buddhist monkey 我说No I'm a Buddhist monk not a monkey 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对不对 也有读英文班的时候 也有遇到日本的女孩 对我非常好 公开在自我介绍说 Harrison Can I have sex with you tonight Oh my goodness 我说 I'm not good for you 然后说 I'm not a Japanese monk I'm sorry I said that 他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不跟你上床 我说不可能的 我是出家人的 我可以做你的朋友 但是我不可能 他说 你对我来讲 你很性感呢 我说 那是你的头冲昏了 所以众生 他是染无心的 所以呢 我可以跟他做朋友 但是我有我的道德标准 我是出家人 我以菩萨界 我可以光还你 但是我是不可能 做你的partner的 我说天下男人很多 你找别人吧 结果最后转过头来 我就告诉我一个同学 一个男生的同学说 你要做我的 Dharma Protector 后来呢 那跟日本女孩 就有西班牙的男朋友了 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 所以你碰到境界来的时候 你要能够控制自己 所以在南传佛教里面 是大部分说不可以 大乘呢 要看状况 有些说可以 有些不可以 大部分也 传统保守多 very conservative 在我知道基督教 天主教是完全是rejected的 所以全世界都有同志 跟基督教都非常的恨 男同志跟女同志的团体 都很恨基督教 天主教 在回教的戒律里面呢 可能是偷偷的 抓到的话呢 你也可能会被阉割 或剁手的 所以大部分的佛教徒 都进入什么 金刚称佛教 为什么 因为金刚称的佛教 上师可以感化他 引导他 听好 男同志跟女同志 是你过去的业力 就刚才说嘛 两个partner 对不对 男中跟女中 男生一投胎转世的时候 你的太太变成男生 对不对 那看到你 你就会觉得很冲动啊 所以就会相互吸引嘛 所以 不管男同志跟女同志 或男女 其实最大要断除的是 你内心的欲望 所以对于 其他不同的族群 我的想法是 你要尊重他 他也有佛性 他可以学佛 也可以皈依 但受戒以后 要谨慎 那可不可以出家呢 可以 出了家以后 就要断所有的恶行 不可能有叫做 gay monk的吧 我看过书啊 American the first gay monk in American very bizarre 对不对 但是在金刚称里面 比较 大家知道 金刚称的上师都是讲 菩提心 慈悲心 比较不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他觉得 这个只是你的业力 转化的话 你有广大的悲心的 我前几天说 贪心越重的时候 转化的时候 悲心越广大 很多同志 他心地也很好 对不对 那他这个对人也很好 也很有品德 只是他的生理选择 就是选择同性 那你有什么看清他呢 而且甚至从法华经讲 龙女都成佛 假如他送法华经的话 蹦进来 哪一天 他先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 我们不要去主动 去亲近这些 风尘女郎 或妓女 或五男 但是对于这种众生 你要去悲心怜悯他 他的恶业 有些是不得已的生活 绝对不要有内心排斥他 举一个例子 多年前 Holyist Dalai Lama 他在西方 刚开始红法的时候 开始度西皮 西皮知道吗 各位啊 头像金钉的啦 人法啦 就是西皮族 那时候有一群的众生 跟着达赖喇嘛 学习佛法 他想跟达赖喇嘛出家 出家的话呢 是不单单要一个人受戒 要三师或十师 当然尊贵的达赖喇嘛 他非常的慈悲 他同意 可是其他的僧团的师父呢 全部投反对票 他说你应该给众生一个机会啊 那他们就说 达赖喇嘛 假如这些人出了家 那佛教会被污染的啊 这些西皮 你看那个品德 你看那个言行 怎么可以做僧保呢 他说他们对我有信心 那他说我出了家以后 我会给他们受教育 他们将来可以度他的众生 结果后来开会的时候 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 最后达赖喇嘛说 我是法王 我决定同意 所以很多很多西皮 就跟达赖喇嘛出家了 因为出家以后 好好学习佛法禅修 慢慢他习气就赶化了 然后呢 很多成为很好的僧保人才 当然也有部分的拉玛呢 因为二夜现前就还俗了 回去各位继续工作 成为老板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们成为大老板的时候 第一个呢 供养达赖喇嘛 所以达赖喇嘛在西方 美国全世界 红法的园呢 是非常殊胜的 所以各位 假如你是达赖喇嘛 你会度西皮吗 想一想 当然这个问题 抛出以后 那你会想 那我们出家中 该不该度这个同志呢 那要先看很多的姻缘 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你自己要有功德力 去度化人家 要有清净心 去帮助他们 所以希望你能够了解 我讲这一段话的悲心 社律仪界很重要 社善法界更重要 饶意众生界更重要 他们都有佛性的 也不要认为说 那同志是不是他业力重 其实你的业力 也不会比较他轻嘛 了解吗 再看下面 第八段 三十页 第二十六行 远违害 就是说 佛在世的时候 说明比丘 不要没事呢 就去人家 在家俗家 若有去的话 是为法而去 若因缘不得已去的时候 女众要两个 男众可以一个 因为她比较安全 但是你独入的时候呢 要一心念佛 要提起正念 这样子 在家居士 才会对僧宝而生 恭敬心 这个并不难 看三十一页 第九行 远姬贤 若为女人说法 不要动不动呢 就露出漂亮的牙齿 动不动呢 就攀爬你的胸 因为印度 各位 我这边还有 上次说 这个是袈裟 不离身 可是传到中国 我们这个叫长衫 这是中国式的衣服 其实 就算没有披袈裟 像在座很多比丘尼 它这样子 也是出家人的衣服 在民国时代 虚因老和尚 曾经为了保持 这件身符 中国佛教就说 我们佛教要求进步 要像日本一样呢 把出袈裟 就变成一个 小小的一块布 挂在这里 虚因老和尚说 我反对 你们谁敢呢 改佛的身子 我当场撞毙死亡 给你看 所以没有人敢敢 虚因老和尚的威德利 他说 虽然这一件 不是印度的袈裟 但是它符合佛的标准 就是在家人 跟出家人的衣服 有区别 所以这个是中国的 长衫跟身符 为什么呢 有区别 你才不可能穿这个衣服 再去 pop里面 蹦恰恰 蹦恰恰 对不对 对 你对这装 穿这件衣服 你要对这个 宗教师的形象 这件袈裟 要很尊重的 所以印度的衣服里面 是偏袒右肩 所以右肩一定会露出来 就像西藏一样 不要没事就抠一抠 然后没事说 哎呀这样好热 这样不太庄严 知道吗 讲经的时候是这样的 对不对 乃至于为女人说法 不要说 哎呀我告诉你 我特别特别给你有缘 我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 有什么事情 你来单独来找我 不要讲这些不亲近 让人家误会的话 何况呢 其他的事情就更不应该 那师父去度众生 听好 我度众生 像我的学生 也都有夫妇 有些是两个夫妇 都是我学生 那你也要谨慎 比如说我 度一个男居士可以 但是我若跟他太太 讲话的时候 你自己也要有品德 不然呢 他会觉得 哎呀你看哦 你怎么跟师父 这么亲近啊 老婆 你爱师父比爱我更多耶 你看又吃醋了 众生真难度 那假如是比丘宁也是这样 所以要有距离 听好 还有一个夫妻之间呢 常常的隐私 你若来问师父 你要真的你先生 或太太的同意 注意听好 我这些讲的都很重要 你今天有苦难 可能你跟夫妻之间有吵架 会有一些误会或隐私 你可以来跟师父讲 但是做一个宗教师 要有守秘秘的伦理道德 不可以说这个人讲完 讲他的 所以你看我讲经里面 我从来不会讲任何的过失 我只会举你故事告诉你 我手这个不说四中介 我很谨慎 除非特殊状况 单独我要鼓励你 我才会讲一些detail 所以若太太来找师父 说师父啊 我的先生脾气不太好 你劝劝他 那你得先回去跟先生讲清楚 说这位师父很慈悲 我觉得你也不见得听我的话 那你觉得呢 我们两个去见师父 你单独问师父好不好 假如你有 你觉得我不方便 那我就离开 你要真的先生的同意 你若没有真的先生的同意 夫妻一起来 然后你就当着面前 师父啊我告诉你 他连臭袜子都不洗 他就 然后转个头回家 你干嘛把我的事情告诉师父 他就翻脸不认人了 是你自己没有智慧 知道吗 所以夫妻要一起 去问师父的时候 要两个人都以欢喜心同意 而且要恭敬心 这个很重要 学佛很不容易 人家是说 世间做人难 人难做难做人 这个也是你的菩提心 接下来再看丑时 第31 第17行 31页第17行 不乐序年少弟子 沙咪小儿 更不乐与同师 他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修安乐行的人呢 不要动不动呢 就养一些年轻的弟子 也不要专门收一些 这个弟子包含在家出家 沙咪是指出家的小男孩 还要不要动不动就收干儿子 这个都不好 抱歉 这个是佛经说的 为什么 这个并不是说 出家人不可以收弟子 而是说 你不要出了家 有养尊处优的心 动不动都要人家来服侍你 所以你总是用一些用人 这是不可以的 假如有人要跟你出家 那你要想 我能不能指引人家 有法生会命 我能引导他 但这里你可能有问 也有人有问我 师父 你说不说出家徒弟 我说阿弥陀佛 我可以佛法教你 你现在在家出家 形象不重要 你先学佛法重要 你要忏悔业障 你要修福修慧 至于我出家 剃度的因缘呢 我有我的标准 I have my own requirement 目前我没有这个福德因缘 因为我没有僧团 我自己照顾我自己都很难了 对不对 假如我现在收了徒弟 他是我师父 是我煮饭给他吃啊 那这个跟我呢 一哭二闹三上吊 那我还要调染他的脾气啊 有人呢也会看到说 哎呀师父你看我儿子很有善根啊 可以做你小沙咪 养了二十岁再给我 我又不是沙咪园园长 对不对 出家很好 但是南传有他的僧团 北传也有 西藏呢 小沙咪也有 这很复杂 所以他这里的仰义是说 对峙你心中 养尊处优的心 总是喜欢养一些用人 弟子 沙咪 跟收干儿子干女儿 这是不可以的 你要想 在戒经里说 若师徒只有一场的缘 师父收了徒弟 而不教他 将来徒弟堕落或造恶业 师父要受果报的 讲一个故事给你听 南传 先讲教理好了 南传佛教 简单说是跟僧团出家 你剃度以后 你就按照僧团 你可以到度参学 北传佛教呢 师徒之间很好 关系很殊胜 但也很复杂 有时候师徒之间呢 也会反目成仇的 因为呢 你若处理的不好 藏传佛教 你跟金刚正出家 那上师就等于佛 你深深事实就应该 发愿跟他 上师今天叫你 去哪个国家建个庙 你不能说不的 所以南传北传 藏传出家的历史文化 标准条件不一样 你要想清楚 详细地请你听 《华言经》 《净行品》 有一段讲 当愿众生出家 我有讲十个应该考虑的因缘 所以出家是很殊胜的 但是你要想到 做师父来说 我收了你 我能不能栽培你 我能不能教育你 你把法生生会命 一辈子都交给我 假如我不能栽培你 不能够教育你 你就不要误人家的青春跟生命 各位 你们都想跟师父出家 说一点 你跟师父出家是亲近的 那也就跟男朋友跟女朋友 结婚差不多 那也是我的终身大事 你选我 我也要选人 是不是 所以在西藏 师徒之间要相互观察 十二年 所以拜一位上师是不容易 要亲近一个善知识 也不容易的 所以作为师父 假如你收了他 他真的跟你很有缘 他善根又很深厚 你要栽培他 不能栽培他 要有心量成就他 有些呢 出了家以后 师父为了寺庙 没有人做事 就不让他度佛学院 这是不对的 你要有心量栽培他嘛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复杂 所以师父选徒弟 要头脑很清楚 徒弟选师父 头脑更要清楚 再看下面经文 一不乐与同师 假如你和沙咪或干儿子 或徒弟是同一个老师的话 那你旁边的沙咪 干儿子跟徒弟会看不起你 对你没有恭敬心 好 总结 子以二 三十一页 约静 论静 从不远距 测试 简单的说 上面十条 目的是对峙你内在的烦恼 但是若遇到这些 杀到阴望久的 不清净 恶业比较重的众生 来跟你问佛法的时候 你还是要生起慈悲心 帮助他 知道吗 所以答案说 常坐 常好坐禅 在于闲处 修舍其心 把这四个字画起来 这个才是这个重点 文书 实力 菩萨 这个才是修法华 三昧的安乐行里面的 第一个身安乐行 也就是说 以上这十种的众生 都有他的恶业 但是你不要去主动亲近 因为你的界定会功德不够 但是若是你的亲人里面 有是猎人 有渔夫 有妓女 或有种种特殊的不同族群 你要有慈悲心去鼓励他 为什么呢 他跟你有缘 你应该要去帮助他 这个才是菩萨行者 接下来再看下面 三十二页 第四行 几三 曰 非远非近论境 这里英文讲 from neither far nor close side examine the close situation 这非远非近是要讲下面的空性 请看经文 丑一 总标 静置 父字 菩萨 摩合萨 观一切法空 这是总说 就是说 学习菩萨道的人 虽然学 要很坚持你的戒律 戒定会 可是你为什么不能容易调伏你的烦恼呢 进一步你要学 一切法 必近空 这空性的教法是很深 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听我两年前来的流通的金刚经破空论 是偶一大师的注解 空性的教法它是很深的 它不是对初学人说的 但是我会尽量的介绍把它浅的介绍给大家听 那将来呢有机会再为大家介绍更多的像般若经或是其他的经典 所以一切法是必近空的 这里的一切法是包括内跟外 内的身心四大五蕴和合 外的一切人事物都是因缘和合 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 它的本质是空性的 所以讲一切法必近空 它有体相用 举一个例子 你说这个木鱼 现在木鱼本来可能是一个木头 把它经过了师傅把它砍过来 然后叼 叼了以后呢找木鱼的形象 然后呢加上有锤子 然后再上有师傅 这样敲它再有声音 木鱼放在那边它不会有声音的 所以换句话 木鱼的声音从哪里来 是要被砍下来 叼坑成木鱼 再来有锤子 再加上有人敲 它要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条件呢 合成才会发生音声 而木鱼若是你用刀子把它剖开来 剖开来以后你就变成一半 再剖再剖最后就碎片 碎片再剖的时候就什么都是木头屑而已 它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木鱼在这里 这个叫一切法必尽空 接下来你看你身上 你说你长得很帅很美 其实呢 修行人当很庄严是心庄严 可是你身上呢 假如呢你生病的时候呢 你的身体不干净 也会流出肮脏的脓跟血 夏天呢不冲凉的时候呢也很臭 那请问各位 你也会上厕所大号小号 你看到别人的厕所就嗯好恶心的 那我问你你摸你的肚子 你每天都装着尿跟屎 你都不觉得它丑啊 为什么 你执着这个是你的 当上完厕所以后 一离开身体的时候 你说好丑哦 好臭哦 好脏哦 脏跟臭从哪里来 是从你的分别来 可是呢 你有没有听过 事实上你真的去分析 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 没有一样东西呢 是永远清静的 所以是一切法必尽空 再看一下 空性的道理很深 我尽量讲浅一点 第一个用彩虹做比喻 看一下 这张是在尼泊尔 加德满都 满院大佛塔下雨后 突然出现了彩虹 你看彩虹很漂亮 对不对 很美 大家都知道彩虹是红尘蓝电子 有七种颜色 彩虹是什么产生的 是下过雨后光的折射 因为水分子 然后展现出来的彩虹 彩虹有没有 有 下过雨光折射 因缘条件产生的时候 它就有彩虹 但是假如你观想一下 你坐个飞机 升到天空里去 你手一抓 有没有彩虹 没有 这个就叫缘起性空 知道吗 当因缘条件和和的时候 天上呢 本来呢 就乌云的密布 就砍到很多很多的云 对不对 当水蒸气呢 到达一个阶段的时候 它就有很多很多的云 云聚集的时候呢 它呢 就会产生乌云 然后水分子 当呢 到达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开始闪电 啪啦就下雨了 可是你看哦 从山上乌云 开始下大雨 下大雨流到山间 山间经过河流流到大海 大海以后又水气蒸发 又到天空 天空云又飘 又重新下雨 请问 这云这样飘的时候 有没有增加 有没有减少 有没有 各位又入定了 入的定蛮深的 可能是讲因为这样关空嘛 就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有 它这个呢 这样大海的时候 假如你站在山顶 你会看到 海边真正下雨了 可是假如你今天坐了太空梭 离开了地球 看到大气层 它怎么下雨啊 其实都没有增加 也没有减少 所以为什么心经说 不增不减 不够不净 水的本质是没有肮脏跟不肮脏的 了解吗 所以一切因缘和合的时候 它会产生作用 它会不同的形象 可是它的本体是空性的 所以注意听 在西藏里要你观佛跟菩萨 要观得像透明的彩虹一般 这是不可以生执着 这个很重要 你自己假如你在观想 观想师父 你也观想彩虹一般 你就不会呢 执着师父跟人跟法 同样的你看佛像 像前面有这尊释迦摩尼佛 你不要观想它是硬邦邦的 是铜流金的 你应该观想它相貌很好 但是像彩虹一般透明的 在中国的大智路论里面 这叫如梦如云观 这样的观想很重要 你假如有一天 一直修念佛念佛 突然阿弥陀佛现前的时候呢 你不会恐怖也不会欢喜 你的界定会会更增长 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 你才不会看到一个说 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出现 不对 这个不是我供的佛 你看就是你有执着 对不对 所以不管你是画像图像 都应该观像彩虹一般 如梦如幻 这个才叫观一切法空 了解吗 接下来再看 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 也现红光身 身体四大地水火风 透过慈悲智慧怨恨的时候 修情的时候 也可以转为清净的能量 所以这是佛现的 红光身 再来看 西藏有一名伟大的 莲花生大士 中国人应该都不知道 我今天讲经之前 放的就是莲诗咒 这是莲诗七支奇景文 你看莲诗是国王出家的 他是继释迦摩尼佛灭度八年以后 而诞生的 所以他现国王身 那他是密宗的 三妾的密称法王 莲花生大士是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跟观世音菩萨 看到众生太难度 所以三个人发愿合成的议题 叫做古鲁仁波界 莲花生大士 中国人一般人都不知道 连这个名字都从来没听过 但西藏呢 教法会弘扬 完全是莲诗 在印度纳兰陀寺 到西藏去降摩 正法才传到西藏的 所以莲诗本身的身体也是 所以莲花生大士